大陆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与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3号在台北会面 海基会对外表示双方对第四次陈江会进行了程序性挫商 确定陈江会将于12月中下旬在台中举行 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张介绍 双方经过数小时讨论正式确定第四次陈江会谈于12月中下旬在台中举行 将签署四项协议及避免双重课税协议农产品检疫检验协议 云业劳务合作协议和标准检测及任验证协议 至于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议题将不在第四次陈江会商谈议题之内 只是对话议题相互交换意见